PMI拉响通胀升温警报 美债跳水 特斯拉反弹 美股艰难收涨 俄乌局势升温 俄罗斯联络沙特密谋在减产 西方考虑仅和全面禁止对俄出口 美股真的是多灾多难 美联储怎么决策 鲍威尔今晚又要睡不着了 下周怎么走 美股看空看多 点个订阅 我们一起来解读 标普全球周五公布的4月 美国制造业Market PMI意外重回融库分水岭50上方 和服务业PMI均不降反升 分别创半年和一年来新高 综合 PMI超预期强劲 创去年5月以来新高 其中的分项指数释放价格压力 再度升温的警报信号 4月购进价格 创去年11月以来新高 出场价格创去年9月以来新高 标普全球的经济学家 在点评PMI时警告 CPI可能上升 或者至少一定程度 居高不下 PMI数据重燃价格压力的通胀担忧 数据公布后 美股承压下行 主要美股指盘中集体下跌 美国国债价格跳水 收益率盘中拉升 对利率更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 一度较日内低位 回升10个基点 PMI公布前 曾逼近周四所创一年来低谷的美元指数 迅速抹平日内跌幅专涨 刷新日高 受此消息带动 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 道指涨0.07% 纳指涨0.11% 标普涨0.09% 热门中概股多数走低 新东方 腾讯音乐 好未来跌超3% 百度 阿里巴巴 京东跌超1% 周五4月21日 美股窄幅震荡 三大指数收盘微生 截至收盘 道琼斯指数涨0.07% 报33808.96点 标普500指数涨0.09% 报4133.5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0.11% 报12072.46点 周线上看 道指本周累跌0.23% 标普500指数累跌0.10% 均结束周线五连扬 纳指累跌0.42% Trackset的数据显示 截至周五开盘 在已经公布财报的标普500指数 成分股公司中 76%的EPS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全球日用消费品巨头保洁公司 盘前公布的营收 利润双超预期 股价收涨3.46% BMO Family Office首席投资官 Kyle Schleich写道 财报即开局较为平淡 由于盈利预期偏低 大多数公司得以轻松达标 这可以解释过去几天 股指缺乏波动的原因 Independent Glider Alliance首席投资官 Chris Sakerelli表示 综合来看 美国经济的弹性 要比许多人预期的强得多 企业盈利的能力也保持得较好 简而言之 牛市和熊市的桥建 都在那里了 展望下周 亚马逊 谷歌 Meta 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 将公布财报 B-Reilly Financial首席市场策略师 Bart Hogan昨日提到 美股真正的考验 可能会在下周到来 因为只有大型科技公司 开始公布业绩 财报季 才算正式开始热门股表现 标普500指数的 11个板块 涨跌各亿 可选消费板块 涨1.20% 日用消费品和保健板块 涨跃0.7% 电信服务和公用事业板块 至少涨0.3% 工业板块则跌超0.2% 信息技术 科技 金融板块跌约0.4% 能源板块跌约0.6% 原材料板块跌超0.9% 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 亚马逊涨3.03% 特斯拉涨1.28% 谷歌C涨0.01% 微软跌0.12% 苹果跌0.98% 中概股方面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1.76% 报6650.92点 热门中概股多数走低 新东方跌3.65% 腾讯音乐跌3.54% 好蔚来跌3.43% 百度跌1.95% 阿里巴巴跌1.77% 京东跌1.55% 理想汽车 小鹏汽车跌0.86% 拼多多跌0.66% 蔚来涨0.60% 传奇生物涨9.33% 优品车售跌81.87% 报每股7.83美元 昨日上市首日涨于600% 嘉玉达上市首日涨26% 盘中一度涨约150% 标普全球周五公布的4月 美国制造业Market PMI 意外重回荣枯分水岭50上方 和服务业PMI均不降反升 分别创半年和一年来新高 综合 PMI超预期强劲 创去年5月以来新高 其中的分项指数 释放价格压力 再度升温的警报信号 4月购进价格 创去年11月以来新高 出场价格 创去年9月以来新高 欧股方面 连跌两日的泛欧股指反弹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 刷新周二所创的 去年2月11日以来收盘高位 主要欧洲国家股指大多上涨 只有西班牙股指收跌 在六连扬后连跌两日 法股继周二和周三后 本周第三日收创历史新高 国际原油期货周五反弹 欧股盘中转涨后保持涨势 美股早盘刷新日高时 美国WTR原油涨至78.39美元 日内涨1.3% 布伦特原油涨至82.05美元 日内涨约1.2% 最终 原油结束两日连低 WTR五月原油期货 收涨0.58美元 涨幅0.75% 报77.87美元每桶 连续三日收于80美元下方 纽约黄金期货 在周五五股盘前 就已跌破2000美元 整数位心理关口 后持续下行 PMI公布后 美股早盘刷新日 低至1982.3美元 日内跌于1.8% 最终 COMEX六月黄金期货 收跌1.41% 创上周五以来 最大跌幅 报1990.50美元每盎司 自3月31日以来 首次收于2000美元下方 回图周四反弹的涨幅 本周累计跌约1.25% 连跌两周 且连续两周都是因周五下跌 抹平此前累计涨幅 而全周累跌 伦敦基本金属期货 周五大多继续下跌 领跌的伦涅跌超2% 和伦同 伦西 伦兴均连跌三日 伦同两周多来 首次收盘跌穿8800美元 伦涅和伦西 跌至一周低位 伦兴跌至5个月低位 伦旅连跌两日 继续跌离周三所创的 2月下旬以来高位 而周四 止步两连羊的伦迁 小幅反弹 毕竟上周五所创的 1月末以来高位 宏观新闻 1.国际投行密集上调 中国GDP增速预测值 海外投资者对华投资信心 持续提升 财联社 4月22日电 在日前国家统计局 发布一季度 GDP数据后 一路去有摩根大通 瑞银 花旗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 集中上调中国 2023年全年GDP增速预期 摩根大通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 朱海斌 在最新观点中 将中国今年GDP增长预测值 上调为6.4% 此前为6.0%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 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汪涛 将中国全年GDP增速预测值 上调至5.7% 此外 花旗将中国 2023年GDP增速预测值 从5.7% 上调至6.1% 在此之前 3月中旬 高盛宏观经济研究团队 便将中国 2023年一季度 及全年GDP同比增长预期 分别从之前的2.7% 和5.5% 上调至4% 和6% 二 标普将英国信用评级展望 从负面上调至稳定 财联社4月22日电 标准普尔将英国信用评级 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 称近期经济下行风险 已经降低 标普还确认了英国的AA评级 我们预计英国经济今年将温和萎缩 但短期下行风险已经降低 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当局放弃2022年9月提议的 大部分无资金来源的预算措施的决定 增强了其财政前景 能源价格下跌也是如此不过 标准普尔预计英国中期增长前景 仍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三 美国的银行存款上周下降 762亿美元大型机构引领外流 财联社4月22日电 美国的银行存款上周下降 表明该国金融体系 在一系列银行倒闭案后 仍然处于脆弱状态 美联储周五发布的 经济结信因素调整数据显示 存款在截至4月12日的一周减少了762亿美元 外流主要出现在大型和外资机构 但小银行的存款也录得下降 次硅谷银行危机后 美国银行业曾对国会发动游说闪电站 财联社4月22日电 披露的文件显示 由于对银行业危机的担忧蔓延 2023年第一季度 美国32家最大的银行和四个行业团体 总共花费了2200万美元来影响国会议员 高于去年同期的1840万美元 同比增加了19.3% 包括PNC金融服务集团 Kicorp和Citizens Financial在内的低趋性银行 都是游税费用增幅最大的银行 尽管银行业的游税费用 可能会因各种因素而波动 但今年第一季度游税费用的普遍上升 表明美国的银行业 已经对政府未来监管力度 可能加大的可能性做出了反应 蓬勃 俄乌局势 一 乌克兰全境响起防空警报 财联社4月21日电 当地时间21日 乌克兰全境响起防空警报 二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扎波罗热核电站仍面临安全风险 财联社4月22日电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 21日表示 过去一周 常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几乎每天都听到炮击声 由于该地区持续的军事活动造成的潜在危险 他们一度被告知在现场避难 格罗西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最近向维也纳总部提交的报告 进一步强调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在军事冲突期间 面临的严重核安全和安保风险 它会继续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谈判 三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与美国大型石油集团就乌克兰能源项目进行了磋商 财联社4月22日电 据英国金融时报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Nephtron Gas与美国多个石油集团磋商乌克兰若干项目 该公司会见了埃克森美孚 哈利伯顿和雪佛龙 希望在乌克兰增加油气产量 以下是公司消息 谷歌 Bard现在可以帮助编写代码 谷歌表示 人工智能聊天地器人Bard现在可以帮助完成编程和软件开发任务 包括代码生成 调试和代码解释 Bard推出20多种编程语言的功能 包括C++ Go Java JavaScript Python和TypeScript等 谷歌位于加州的超级园区 暂时停工 应对经济大环境 顾虑重重 谷歌在加州圣河赛的80英亩的超级园区 停止建设 经济放缓 令公司顾虑重重 据知情人士透露 该建设项目本应在2023年底前破土动工 但目前已被暂停 也没有向承包商传达任何重启建设的计划 虽然消息人士乐观地认为 园区将在某个时候建成 并表示谷歌代表已表达了对此的承诺 但他们担心 该项目可能达不到最初总体规划中承诺的规模 LIFT计划裁员可能影响30%的员工 轿车公司LIFT计划实施新一轮裁员 裁减1200或更多职位 此轮裁员可能影响公司30%或更多的员工 其估员人数超过4000人 公司计划在下周董事会会议后宣布这一举措 美国的银行存款上周下降762亿美元 大型机构引领外流美国的银行存款上周下降 表明该国金融体系在一系列银行倒闭案后 仍然处于脆弱状态 美联储周五发布的经济洁信因素调整数据显示 存款在截至4月12日的一周减少了762亿美元 外流主要出现在大型和外资机构 但小银行的存款也录得下降 大众集团计划到2030年对北美首个电池工厂投资48亿欧元 大众汽车集团官网4月21日宣布 其电池公司PowerCo SE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圣托马斯 建造其迄今为止最大的千兆工厂 目标年产能达90GWH 计划到2030年投资高达48亿欧元70亿加元 可能创造多达3000个高技能工作岗位 并在该地区创造数万个间接就业机会 据介绍圣托马斯工厂是该公司首个用于电池制造的海外千兆工厂 计划于2024年破土洞工 预计将于2027年投产 看完相关报道后 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讨论 共同学习和进步 这里是谷歌财经 订阅频道 无限好料